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大家好,我是袁大明 很歡迎今天又來跟大家一起 來做《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我們其實今天想說的問題 大家相信在網上都看到 就是關於最近在醫院發生一些 因為輸血出現的病人是過身的 今天我們做節目有李永康和王岸妍 歡迎大家有機會可以打電話上來 大家一起聊聊 其實我在報紙上看到這些資料 其中是《大公報》和《香港經濟日報》都有提及 相當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報紙都知道這件事 基本上就說在屯門醫院裡 有一位病者大概好像五十二歲 他自己有脂肪肝問題和有貧血 他在醫院裡當時接受過輸血 輸血沒有多久 大概兩小時左右 他就出現休克問題 發燒、血壓下降 結果沒有多久 到翌日凌晨大概兩點十六分 就過身了 當然這個是比較突然 一般人不打算去輸血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當然在醫管局和醫院裡的總監 都派出來找人去調查 其中調查小組的主席袁岳勇 就去跟進一下 一般的輸血程序裡 過去其實都受到這麼多年 有些什麼問題呢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運作上的問題 有系統上的運作上的問題 而這些情況都發生的 其實他很有趣 他提到一件事 其實這些情況 在外國都會發生的 都幾多發生的 而他提及 在外國經驗裡 差不多有九成有關 輸血的時候感染細菌的個案 都不能夠走出的原因 你從這裡都可以看到 雖然他現在的男病家人 在等待那個消息 他這件事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呀 他暫時都不知道 但他已經告訴你 在外國 九成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大家都知道 大家以為是細菌禁煙 他意思是說 現出是有細菌存在 這個驗不到 他怎麼來就不知道 即是說 外國九成都找不到原因 香港你都可以想到 最後他都不知為什麼 出現在哪一處 但他提出有幾點 是很有趣的 他懷疑 你在雪櫃裡 雪櫃裡 因為那些血腹是需要大概 攝氏四度 但都不可以結冰 應該 如果結冰裡面 我相信 如果融得過程不好 那些紅血球細胞 是會受損的 當然在雪櫃裡 開開關關 一定有些 所謂 渡汗水 水珠出現 那他就說 當然 在這些水珠 水珠的地方 可以令到細菌大量增加 那如果 那包血不是封住的嗎 然後 他說 如果 血包有裂縫 裂縫 那麽大 就是我 挺有趣的 據我所說 現在是說四度 四度應該不是叫冰點 水都說是凌度 那你有物體 有物質的成分 血清 和血球 那如果真的要結冰 就不是凌度 那麽簡單 應該再冷些 那你可看到 他應該就是 一種 液體骨狀的狀態 那他說 如果 血包有裂縫 那當水珠在血包凝固 那其實 可以這樣說 你 任何拿一塊冷的東西 走出室內的空間 那他當然一定會有 就是會有所謂的那個 霧水 在那個洞包裏面 形成水脂 那就是任何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出現的 你不能避免的 你的雪櫃 拿瓶水出來 水的玻璃瓶面 一定要有水積積積住 那麽好了 那他說 就認為 如果這些 雪櫃裏面有水脂 令到這些細菌大增 那麽於是乎 如果 血包裏面有裂縫 那水脂 在血包凝固 那1 少量的菌 可以入入血包 那麽如果經過再儲存 20到40日之後 這個細菌的數量 就可以大大增加 那麽因爲 那麽因爲 當時呢 他們在那個 試乎發生之後 那麽他就當然炎 炎那個病的身上 有些血裏面有些什麽 那麽他就會發現 他是有一些 Pseudomonas是一种单细胞的细菌 很明显地发现病人身上有 亦都发现输血的胞里都有这种细菌存在 他们认为这种状态是细菌感染的 这种情况出现了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只是香港第一次出现 在外国出现过 其实外国出现了几多次 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应该在将来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我应该提早注射抗生素 就是早点为注射抗生素 就可以减低这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了 如果你今时今日出现问题 你要培植菌 菌又不是一两个小时培植出来 你也要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在那个incubator里面去做 即是说 如果你当几个小时培植之后 那细菌已经令到病人出现 所谓的sepsis 血中毒的问题了 即是已经救不出了 他说他的建议就是说 将来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应该提早注射抗生素 我只要在报纸上看到内容, 他说这个情况, 其实他输血很快, 好像两个小时已经出现发烧休克血压, 即是说他的反应是很快的, 不是说很多小时才出现, 他说两个小时已经出现休克血压下降, 我都有时觉得他这种建议, 在实行方面是否真的做得到呢? 报纸上看到内容大概都是这样说, 两份报纸所说的都是很相似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间歇性出现的, 其实也挺多的。 医生我看的报纸可能和你不同, 多些这么多东西, 应该有一个讲大微生物学的教授, 就怀疑捐血皮肤上的细菌, 就进入了血包中。 是是是, 他有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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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你输血的时候, 通常你要捐血人的皮肤, 对不对? 通常一般来说, 就简单单单拿一些酒精, 那些块去抹一抹它, 等它干了之后就开始了。 所以他意思是, 我们应该在接受输血的时候, 那些人的皮肤, 那些人的皮肤, 就应该有酒精, 就是可能要抹多些, 就是要肯定皮肤是完全消毒。 但是这个很简单, 那些人的皮肤, 是在皮肤市会做捐血, 是长连长连做的。 是的, 他应该的程序是, 即是不应该有什么事。 是, 他也说过, 是, 他也说过, 他认为程序上没事。 他认为程序上没事。 他这个情况, 他这个案, 第一时间, 他已经出来说, 就是查了, 是吧? 现在的制度是要查, 但是第一时间就说, 没有问题。 他说捐血的捐血, 没有问题。 是吧? 但是他就死了。 是, 那就是什么呢? 他很怪, 即是你已经说了, 没有问题了, 人家说是查, 那你查了什么呢? 你如果说没有问题, 是吧? 即是官养文昌, 什么时候查? 是吧? 又说是单一事件, 已经是初步排除了人为因素了。 即是他出了事之后, 是吧? 还有一个好笑的形容, 即是报纸上, 就说他先是医院, 屯門医院出来道歉, 不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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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切慰文, 跟着就, 屯門医院行政总监, 第一个, 跟着就是行政总监, 医管局又出来道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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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这个是否医疗室认制度化? 即是如有事吧, 即是否会心切慰文, 安慰家属, 制度法亦包括沒有事、程序沒有問題、大約會調查 其實最終就是不料亂知,即是解決不了問題,下次又再來過 即是一般你看到這些意義失誤,普通人看來就是這樣 其實這種情況其實是我們報道上經常都會有不同的報道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這類的輸血出現問題的程度,情況上是嚴重的程度去到哪裏 其實沒什麼人有這些真正的方法的資料 亦都看到有些人說,當然輸血在醫療上是一個經常需要做的事 我們就不能說因為這些情況就不去輸血了 當然有個情況之後,失血都很厲害的時候 你不去及時輸血,可能都有性命危險 即是整件事,我們要接受了呢? 我們醫療上當然有風險 你要接受現代醫療的方法,救命的情況 我們都要接受它內在的風險 第一,我們知不知道風險是否真的有多大呢? 第二,我們要看看是否真的沒辦法去減這個風險呢? 其實我相信香港人應該趁這些事故發生之後 應該深入了解一下,為何這些情況出現? 以及這個出現的問題是去到哪裏程度呢? 現在我就算當它那包血有問題,有菌,輸入病 但我知道一個人的血有4公升 最少都有4公升 最少都有4公升 那輸的包血,那包血都不會全部都是菌 就算染了菌,現在所有報道都沒有說到 急救的過程度有沒有出錯呢? 或者急救的方法是用了第二個方法 其實如果用第二個方法去急救,可能它會生存不定 是,當時來得很快 其實我們一個成年人的血大概有6公升到8公升 都是幾足夠的,很多時候有些血有些污染的血,我都認為不足以導致這個問題 例如幾個月之前,我看過有份報道,它說輸血本身的問題 原來它提及什麼問題呢? 它說我們血裏面,因為輸血的血本身是有一種叫做Nitric Oxide 那這種的物質,其實它功用是幫我們的血管擴張的 但是在輸血的血裏面,就是輸血之後 這些這樣的一氧化淡慢慢地會減少 所以在輸血的過程裏面,我們接受血液的人 會突然之間,是會接受一些血,而沒有足夠的一氧化淡 是幫我們的血管擴張,而吸收這些的養分,就會有一定的風險 但當時這件事,就是報導了之後 也有醫生來講,就是剛才你說 其實我們有6公升的血,那一兩包的血不足夠 是令到整體的血液不足夠Nitric Oxide 一氧化淡 是令到我們血管吸收不到養分,出現問題 其實輸血背後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問題是去到什麼地步呢?幾嚴重呢?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很少傳媒有很仔細地去報導一下 還有這次這個專家小組,現在是死了一個人 應該要盡他的努力 當然找到的原因是很渺茫的 但也要盡他的努力去找到原因出來 但我現在看不到有什麼原因,解救方法 無論死亡是五萬分一、十萬分一、一百萬分一 我都不想做那個一 每人都想做那個一 因為現在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中招 因為輸血實在太普通了 就算你不去幫鎮醫院的 例如你在街上走一下被車撞到的 很可能會輸血 就會有機會中招 現在抽獎嗎?不是的 是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既然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的事實上可以看到有些細菌在這裏 也發現血巴裏也有些 第一,我要懷疑 在一個這麼冷的四度 四度裏面 血的細菌什麼時候進去呢? 如果你說一早就已經有血巴裏有裂痕 表面都應該會看到有些血跡 不會那麼乾淨 總之對到頭來 他再提出外國有九成這些 輸血感染細胞 大家都看到細菌 而說不出原因 大家開始會想一想 問題是否跟細菌有關 假設 我看到細菌存在了 我便說是細菌感染導致 很多疑點 第一,一般的細菌 血液裏面 一定有很多白血球 有很多抗體 既然有專家提出 我們身體有這麼多血 有六公升至八公升血 我們會不會說 在輸一包這樣的血裏面 血裏面的細菌多度 令到我們的身體 在兩小時之內發燒 休克血壓下降 一般醫學常識 解釋給你聽 如果我們身體受到細菌感染 我們會發燒 我們的血壓會 其實會升 我們要打鬥 不是一個休克的狀態 如果能夠一件事下 一個病人在兩個小時內休克 通常不是因為細菌感染 因為第一 如果那包血 我當它們的包血 早期已經有裂縫 那細菌在裏面 滋身 我相信如果你說細菌大量增加 那它可以大量增加 它沒有說它包血大量有 它只不過病人身體裏面 是發現了 Pseudomonas 這種單細胞 叫做螢光假單 包菌 是什麼來的? 英文叫Pseudomonas 是一種很常見的細菌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在醫學上 我們經常假設 你看到細菌存在 我通常假設 這個問題 是因為細菌引起的 很有趣 其實細菌是無處不在的 我們很難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突然間 在兩個小時內 細菌會導致你 敗血的情況 我叫Sepsis 那個壞血程度 是這麼廣泛性出現的 不會這麼快 如果真的慢慢醞釀 幾天發高燒 你打輪章 你才會出現 根本就不可能 在兩個小時內 突然間 細菌感染 醫生簡單來說 如果我感染了 這種螢光菌 根據他所說 一般環境在水中都會存在 而對健康狼的人 是沒有大的風險 感染了是沒有痴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任何細菌 大部分細菌 我身體各個都有 最多個地方是口腔 任何人吐口水 你去培植一下 一定有的 所以說 菌是包都在的 在皮膚包都有的 在我們現時的對抗性醫療 認為很多病是細菌治病 或者病毒治病 往往我們見到 有細菌出現的地方 我經常當它是一個病源 即是一個起因 但據我所知 一般細菌感染 不會這麼快 不會兩個小時 而導致休克 通常在醫學常識 會看到 休克通常是什麼 是一種敏感反應 敏感反應很快 你會突然之間血壓下降 這個很明顯是 典型是一個身體 一個anaphylactic shock 即是一種敏感反應 不是因為細菌感染導致 不會這麼兩個小時出現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報紙這樣形容出來的整個景象 其實都不是因為細菌而導致菌 不一定是因為那包血有些菌 那包血有菌是不奇怪的 有些菌是不奇怪的 但是很難說 一包這樣的菌 除非整包血都是菌 如果整包血有菌 那包血已經變質了 不可能是正常的血 死去死屎都不知 只是發生了很多 就是它變成了癒飾 這包血都是菌的 所以你會看到 跟醫學的知識上 其實是無法理解的 我覺得當時出現 不是細菌感染 血液裡有細菌 當然有細菌 也会找到一些菌在这里 这种突发性 两个钟头出现,休克血压降是一个震撼 即是一种休克,是一种敏感反应 跟他输了这样的血是有没有关系的? 没错,一般我们输血都想要配合 例如什么型血,A,A,B,O,AB 除了加上RH factor,positive negative 但其实我们的血液有很多很多 细枝地分有很多十梯 但在我们一般的输血过程里面 我们当数也不多理会 我们不分得那么多,我们很难配合 你知道一般的血液来到储藏 二十天四十天就不可以再用,很浪费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一直都知道 我们如果输血的情况 我们所谓吻合配血 我们所谓吻合配的条件是很粗略的 即是血型,A,B,A,O,A,B,O,RH,positive 但其实很多血是还有再分类的 其实很多人在这些配搭输的时候 有些血可能是某些factor是不吻合的 而它就出现一种敏感反应 其实血是一种外来的淡物质 其实输血是令很多人的免疫系统会下降 等于是移植器官 其实血是一种淡物质 是一种外来的淡物质 虽然某个程度上你尽量配合它 但其实很多血型 仔细的分类是配不到的 所以一定有机会在输血过程中 是出现一种敏感反应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一个敏感反应 不是那些细菌感染的 亦都解释到 为什么在外国百分之九十都找不到原因 当然它看到细菌 正如我所说 菌是无处不在的 你不能见到菌存在 就说这是致病的因素 这个就是对抗性医疗的观点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情况解释不到 相反反而 你了解我们血清的问题 我们的配搭问题 我们的敏感反应 这是一个很大机会 根本是一种敏感反应 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输血的过程中 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了 在美国有一个调查 它在输血里面 每九千个 在要进行的输血里面 九千个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 是因此而死亡 死亡的因素有几方面 第一 就是可能你在输血里面 感染了癌痣病 或者感染了肝炎 肝炎 或者丙型 这些是致命的 导致致命的 亦都可能 就所谓有出错 或者配都不好 或者是有些 所谓複杂的问题出现 很少人知道 其实每九千个 这类的输血 和做手术里面 因为输血出现的问题 是九千个有一个 因输血的过程 是导致死亡 就不一定是即时一刻死亡 有时因为输血而死亡 而感染到癌痣病 当然现在的西医癌痣病 没有什么疗效 慢慢的牙牙牙 很多都生气死了 或者感染到肝炎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其实是挺危险的 其实输血其实是挺危险的 还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其实输血是否一定要做呢 亦都有人提出 其实在这个案子来说 他当时是否真的需要输血 才能帮到他呢 亦都知道 因为他所谓脂肪肝 身体化工厂出现问题 他出现贫血 当然我们制造血液的地方 是我们骨髓方面为主 他的贫血程度 是否严重 非要输血不可 当然输血液都不会医到脂肪肝 但就算输血了 就算输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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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公升的血 输了3公升的血 那当然你不能帮他换血 6公升换 就帮他换血了 我不知道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输血是最直接的 那你每天输要 如果要贫血 加断 那你的风险就要加 譬如每9千个人 有一个死亡的 如果你是输足9千次 那也是很少人 那你就会有一次机会 你会因为 和输血有关的情况 而死亡 那愿你输足9百次 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 那因为 血是一个外来物质 在某个程度上 就好像器官移植那样 那所以 每次输血 你的免疫能力 是被它破坏的 那所以很多这些 医疗的程序 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很伤身体的 那 其实外国也有人探讨 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 血液里面 可能有 艾滋病菌 病毒 或者有肝炎病毒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是很难 每次每一包都去研 最多是抽氧调查 它这个都是 它说有研 不过那包没抽过 是很难 它不可以抽来研一下 因为化验很贵 如果你有这么多血腹里面 那么多血 也都知道 不是说 长期剂 二十四十日之后 就要换完 浪费了 那很多时候 血腹里面很多血 它就溶毁了 是吧 有你没有你 多些输血 好了 有人质疑 有人指出 输血本身是对身体不好的 是危险的 是一种伤害你的免疫能力的 也有相当高的机会 九千个有一次 你是因为输血而死亡的 好了 有些人会提出 有些什么可以做 一向有什么可以做 当然 最受人关注就是 B型肝炎 因为B型肝炎和C型 都是跟血液有关的 跟A型不同 A型是跟食杜 食杜 食杜 但是B型和C型 一般都是 大家医学上 都认为是因为 我们血液的接触关系 很多时候 都是跟输血出现 还有最近 就说外脂病这个问题 是吧 因为很多人 是卖血的 他真的 很窮到卖血 很多人 为什么卖血呢 因为他吸毒 他身体已经很差 你知道 吸毒 或者注射药物的人 是很大机会 他已经有了肝炎 也有了外脂病 是不知道的 当然 这个情况 香港是没有买血的 买血的 但是我认为很多 因为血液不够 所以香港就是 最据我所知 没有人买血的 通常都是 表面健康的人 去做 好了 但这个问题 我认为已经出现了很久 他也都在考虑 怎么做 其实一直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将血液里面的 肝炎病毒 或者B型肝炎病毒 或者细菌 可以很简单去处理 而不会伤害血液的质素 其实就是做什么呢 有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 他就用臭氧 因为臭氧是一种养分疗化种 在外国很多时候 如果你用血液里面 你用臭氧 是帮你进行一个消毒 臭氧的消毒 第一 不会破坏血的质素 第二 它就会加强血的质素 第三 它会将血的质素 加强了 除了臭氧 可以用臭氧气来消毒 亦都可以用一种双氧水 即是养分疗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未有抗生素之前 在战场上 其实当时医生 一直都是用双氧水 来做抗生素 而它的疗效是非常之高的 亦都没有这些 我们最近发言的抗生素的副作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种方法 它就用那些血液 是用一个紫外线照射一下 原来它发现 经过紫外线照射之后的血液 它的血液里面的能量是提升了 在外国有这种医疗方法 叫做Photoluminescence 基本上很简单 一个病人就抽血 那血液就不离开身体 即是在管那里离开身体 就经过一个仪器 仪器里面 其实是用紫外线照射 照射它大概一分钟半分钟 接着就注射到病人的血液里面 这种简单的步骤 不单止说 如果你有病毒 我知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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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病人 古灵精怪的慢性病 其实用这种简单的步骤 就医好了 这种方法在苏联很流行 也有些舒适解释 这个这么好的方法 比抗生素更加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令到我们的血库更加安全 但始终这么多年来 他们在红十字会 一般医院 都不去听话 都不肯去做 背后什么原因 很明显 这是一个政治因素 如果我们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不用吃抗生素 不用用化学药的方法 而可以用纯物理的方法 将血液抽出来 然后注射一些伤氧水 或者臭氧 加些下去 或者将它用纸外光照照 整个血液的质素改善 射到病 那里 什么感染病都能够好 这个对抗生素的消禄 很大的打击 其实在SARS期间 如果当时我们香港政府 香港医院里面 懂得这种方法 其实很多什么SARS病毒 什么都搞定了 好 或者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 我们会继续和探讨一下 其实 输血这个问题 和医院里面的 我们叫医院感染的病 其实是 严重的程度去到哪里 几分钟之下 我们就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k 我们下期再见 医生 看出资料指出 输血感染细菌出现 反应比例 反应 可能你输血 血不太清 反应就是50万分之一 50万分之一 而因此死亡的机会 就是百万分之一 所以说过 没有说过 这个屯面 这件事 不关不关那个 你刚才说了大论 我就奇怪 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根本可能不关 里面有形光架丹包菌 这个问题 跟输血感染细菌 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根据这个纪录 基本上 它未必是百万分之一 即死亡是百万分之一 而有细菌出现 有反应的比例 可能发烧 就是五十万分之一 出现反应的比例 在西医上 你经常都听到 一百万分之一 一百万分之一 每次 每一百万分之一 就是这么正确的 所有的问题都一百万分之一 即是很明显 这个数据 跟我们的数据有些出入 我这个数据 我这个数据是哪里 大家有机会查一查 这本书 作者是Steven Folder 他是一个PhD 叫做How to Survive Medical Treatment Steven Folder F-U-L-D-E-R 有机会可以上去图书馆 看看有没有 要不然上网 都应该找得到 这本书有几个版本 我自己手上 我就买过两三个版本 一直updateupdate Steven Folder 这本书 叫做How to Survive Medical Treatment 而他这本书的数据 这个人做过了research 就说是九千个operation里面 因为输血的过程 死亡是九千个有一个 不是你实际上说一百万有一个 那不是 医生数字游戏 输血感染细菌 因而死磨 输血细菌 你说的是输血而死 不是输血细菌 可能是输血过程 风险大 这样就死了 是的 很多数字游戏 但是很多人看来没有意思 很多人都不知道 没有一百万枝 那你不幸运 中马彪 很多人都觉得 没有办法避免 一百万枝一定有 但其实不是的 第一件事 这个我曾经所说的 因为输血不是那么简单 输血会令到免疫能力更差 所以如果你有病 又有医院 又输血 那就死了 你已经有事了 医院的环境已经是乌糟辣的了 你吃的东西 令到你营养不良 令到你的病 更加严重 那你还输血 你就更加危险了 是吧 当然 也有人提及 到底为何我们会输血呢 曾经有些医生 医学家都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输血是无畏的 不需要输血 其中有一位 是一个开心脏病的手术医生 好像是一个日本籍的外科手术医生 他去美国 在纽约 他的记录是这样的 他说开心脏手术 而他开心脏手术里面 他绝少需要用输血的方法 那么大手术都不用输血 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你的手术做得干净利落 你计划得好些 令到病人没有流那么多血 你通常是不需要的 但我估计那个医生收得很贵 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他没有强调 我们政府的医生未必有这样的技术 你要明白 哈哈哈哈 那个是专家 那开心脏医生 香港大把 只不过这个日直的美国的开心脏医生 他就证证给你听 其实很多时候输血是不需要的 而且据我所知 如果你是帮陈思佳医生做手术 他无必要他都不想输血 因为增加他手术的失败率 以及将来如果你有什么事 你会告他 尽量都不输血 那不是的 因为一般他输血 他以为 譬如如果你说 这样 如果你做手术 如果你做手术 不得干净 病人流血多 因此他休克 血压低 你需要问题 那你会很严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用输血方法 帮他保充住血 你令到他流失那么多血 那正常的程序 你就应该输血 如果你不依照正常的程序 而出血问题 你就会很大事 所以输血是他常用的 但是那医生告诉你 其实很多时候的输血 只不过我们的医生的手术 就是不干净 做得不好 准备得不好 令到病人流血多 那就令到你需要输血 那既然输血本身 是有他的既定的风险在 不是因为患病禁义 因为有其他因素 可能敏感反应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 应该是尽量减少输血的 就不是私家医生 因为他没有 他只是绝餐 买血给你 他有很多手术费 其实他会赚很多钱 所以不是一个有因 是导致他们不去输血 反而他们输血得多 钱又多些 还有他做手术 就是做得 手脚不是那么清楚 都可以过到骨 所以这个过程 就令到病人 无谓的死亡机会 多了很多 第一 输血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就强调了 其实很多时候 医生经常这么多 输血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 不要好好地去计划自己的手术 令到自己 可以拿走一些素 都可以过得到骨 医生 刚才说 输血肯定不会医好病 医好病 输血只不过是 補一下骨 但问题 血本身已经破坏免疫能力 肝炎功能已经差了 他制造免疫血球蛋白的能力 一定减弱了 在一个严重病患的人 输血可以这么说 加速他们的死亡 再加速他们的伤残 光是很明显 输血是对病人 其实好像用不搅拗 这样充弱了 应该是越状越差 因为你破坏免疫能力 过程中 你破坏免疫能力 还有输血不是真正正正 针对病的病人来治病 医治病 真正正正正正医治病 是要令做血功能恢复 骨髓的做血功能 和肝的处理血的能力回復 但输血不是做到这件事 输血只是令到他的免疫能力 更加受到创伤和刺激 现在我们的医疗有这么多问题 那么多人在医疗过程中是无谓地死亡 但你想清楚 那个病人没有那么丰富的医疗常识 没有那么丰富的医疗知识 他的唯因要做的事是去到医院挂豪 给了几十元 给了几十元 签一张无责任的证明 他就是这样就死了 最大的问题是 他真是无法避免 现在变成了抽落彩 抽到哪个中 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就是我们以前《苹果魔鬼的经济有本书》 很多问题出现 很多人吃虧 因为资讯不对称 现在资讯的传播是什么 很多人帮他传播 一般的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通常说什么 说西业一套 这些情况之后 不断出现 其实是没有真正正正 他们提出到 可以怎么去糾正 和可以避免减事 我的论点就是 我们以前的 就是说九七之后 近十年 不断有医疗事故 不断有人去死 但也不断继续犯错 是 但是 最切身 你没有钱 只要找个钱 是 你没有命就没有了 但也没有人 在这去提出 一些什么叫 那时候办法 是 甚至是那个病人自己 喂 真是有机会 想想 看看 就是找一下互联网 也好 也好 看看有没有其他 比较一下 就算买个死人烂鬼袋 你都货给三家 是吧 是 死人烂鬼 黑球鞋 你都比较一下 打了一条命 现在我发觉 真的很胆 真是孤注一扎 背后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 整个所谓 专业资讯的社会 我们相信专家 我们的教育 在知识上 是很片段性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不会全面 我以为自己没有能力 真真正正 用我们的基本常理 去了解事情 这个整个背后 都是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的 当然 传媒也是一般的编辑 记者 对这方面的认识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他们有什么事 报道就找专家 他们心目中的专家 只是西医的董事专家 他们不明白医疗是很多元化的 西医 很多人连这方面都想不到 所以问题不断重复发生 是传统医疗 传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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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人经常以为西医疗是最多元化的 其实不是 以人数来说不是最多 其实我就是想法律问题 我看见这件事件 我一直在想 当然 你说现在又要追究 究竟谁责任 法律是很差的 有人疏忽 有人疏忽 就追究他的责任 如果你说 举些例子出来 我又不知道那包血 怎样弄髒 原来全世界都没人知道 一百万里面 原来有一次 然后程序都对了 你当是机械化的过程 对了 然后找医疗专家出来 又说一轮 如果我想我是那个家属 当然他现在就是 大家调查报告 搞了一大轮 官僚了一番 似乎十至百分之一百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也不会有什么提议可以改变 你难道不输血吗 那又不行 对了 这个一来无奈 也怪 如果我刚才听你介绍 其实很多病人不用输血 但是医院 你讲法律 他又不是说你 就是 应不应该 是吧 有没有疏忽的 有没有疏忽的意思 就是你是不是 足够小心 如果你的制度 足够小心 当然是最根据制度 突然间他病得很重 拿了他出来 叫你看自然医疗 然后死了 那就是你把疏忽 是吧 就是他调转的 你总之 跟随程序 死了就正常了 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 有趣 根本是 解决不了问题 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即是10个月 去年 头10个月 即是07年10个月 我不知道那么多 其实很多 工商可能没有那么多 200宗 就是要求去告 但是似乎我们 就这样听新闻 就好像极少 医疗失误 可以告到拿到钱 美国就多 香港好像不多 这个法律的环境 美国很多的律师 是专业科的 香港呢 就据我所知 是没有一个律师 是专医疗事故的 那个诉讼 香港是没有的 那英国方面 就是可能 那个赔偿的问题 那个赔偿额 不是太高 所以没有什么 律师就有兴趣 做这些事情 那整件事呢 其实最紧要 从中学到什么呢 第一 我们要起码知道 其实呢 输血是很危险的 不是一定需要的 我们也都要知道 我们当局 其实呢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科学的资料 我们可以令到我们的血腹 是更加安全的 而他们不去做的 OK 那这个资料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 某个程度上呢 在那个医学雜誌已经有的了 就是在全世界的多方医学 已经有说的 但当然呢 在一个法律上呢 他说 他教你的 那你不懂 他就当是没有罪的 是 你懂就有罪 是 是 那这个医学雜誌 我没有看到 所以他没有去做 你也都告他不入 我想大家知道呢 其实呢 医院里面呢 出现那个问题呢 英文叫做 no so called meal disease 即是说呢 医院感染的病 导致死亡的 大家猜不猜到呢 因为你入医院 而 因为你入医院的过程里面呢 什么原因也好 是导致你死亡呢 你知不知道 在那么多死亡裏里面 他占第几位 不是 都第二了 没有那么厉害 我猜 我猜头的十名 头的十名 对的了 他占第八位 因为医院 入医院 什么原因也好 你去导致 住院期间要导致死亡呢 是 是第八位致命的原因来的 那他高过什么呢 高过艾滋病的死亡 高过呢 是 汽车意外的死亡 汽车意外的死亡 汽车意外是很厉害的 在美国来说 每公里 每一里有个棺材 就是很多人 是死在交通意外的 因为医院感染 因为医院因而死亡的人 是更高过 艾滋病 乳癌 还有 是那个 交通意外的 好了 再给大家一些 仔细的资料看看 他说 这个当然是一个 美国的数据 他当时 他是跟随 美国948间 美国医院 其中 是750万 医院 入医院的 个案里面 这个2000年 报告 都挺新的 他说 因为医疗 那个 就是那个 複杂 就是他做些事情 之后 没有预期的 所谓的 complication 是每年 在美国 是导致 3万人 因此而死亡 而令到他们 那个 那个 费用 差不多是 93亿美元 那 而医疗的 倡务 就是倡务 而导致的 是有7000人 是每年 是死在 在这里 好了 而因为入医院 而感染 他以前 没有过病的 感染 是每年 大概 是导致 十万人 因此死亡 不是一百万人 这么少 十万人 是死在医院里面 的感染 而都有人 是因为 他开刀之后 而感染了 那是导致他 住院的时间 是拖长了十一日 而令到他的 治疗的费用 是增加了 五万八千元 美元 好了 那 即是 整个 这个 或者我还有一些 更厉害的 更新的资料 这个 这个是2005年的资料 他说 在美国 这个是全面一点的数字 美国 是因为 在医院里面 出现那些 不良的反应 有十万六千人 另外这个数字 是说医疗的错误 这个比较大型一点 是有九万八千人死亡 而感染 是八万八千人 还有呢 因为那个 营养不良 住院期间 你营养不良 要导致你死亡 不是拖长 你的治疗 是美国 有十万八千八百人 是因为住院里面 营养不良 没有食物 他吃完了 没有营养的东西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说 我们医院里面很危险 有很多很厉害的菌 可以令你感染 但其实你有什么可以预防呢 其实预防的重心在哪里呢 是营养的 在外国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大家都听过 Joseph Lister 李斯德宁 是现代消毒学的知父 其实他老早已经说过了 他说 他说 虽然我们所谓的消毒 anticeptics 就是消毒药水 可以抑制细菌 即微生物的生长 但是最主要 Joseph Lister自己说的 他发明消毒药水 最主要导致医院感染 是病人的营养不良 是导致的 在当时他们做过一个研究 他说 在Lister那个时间 他当时 当他未曾有消毒药水水源的时候 他发现 在城市医院 和在乡村医院 他们开刀感染的问题 是很不同的 他说 不是因为在城市里面的医院 是乌糟一点的 只不过是因为城市医院 医院里面的病人 吃的食物 通常是很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而在乡村医院 他们营养很多新鲜的蔬菜 于是在Lister当时 在他未曾有消毒药水出现之前 已经知道了 在城市里面的病人 医院感染量是很高的 原因不是有没有消毒药水 原因是他们营养的状态 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 或者将来的病人 万一不幸 很多人都可能被迫 可能有些紧急事故 入医院 或者可能要做一些 选择性的手术 入医院 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减低我们的风险 大餐一餐 先搞好营养 先搞好营养 可以这么说 这个病人 我当他如果真是细菌感染 如果他的身体的营养状态好 他不会死的 但如果当他是因为一种敏感反应 可能也不能避养 但也有机会 如果他的营养状态好 他免疫能力好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遇到这些所谓 营养物质 导致这些敏感反应 即是作为香港人 今天我们教到你什么 你记住 如果你真是有机会 入医院去做什么手术都好 其实你第一件事 你就要在平时的营养 在入医院之前 营养方面要起码搞三个礼拜 是补充得足够 你才好进去 他还有看到 这个case 是一个sepsis的case 即是血中毒 血菌出现 原来在美国来说 在美国每年有成二十五万宗 在医院里面的病人 出现这些血中毒 而六万二千人是因此而死亡 好的 问题是这样 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人在医院里面 受到感染 两个很主要的 第一就是尿道感染 第二就是肺炎 你平时好地地 但进去之后 很快就有尿道感染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放尿管 插来插去 但是有人这样说 放尿管 一定是消毒了 尿管塞下去 不会有菌的尿管塞下去 为什么呢 在医院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 在尿道出现感染 他发现很有趣 他说 很多女人在膀胱里面 根本一直都有菌 我刚才所说 根本我们个人都有菌 很多地方 你真的去验都可以验出菌 但有菌是没有症状 很多女人在膀胱里面 一直都有些菌 是完全没有症状 但当你的营养差了 或者在医院里面 吃了没有营养的 糊的蔬菜 煮得烂的东西 加上你做完这些 创伤免疫能力的步骤 例如吃完止痛药 消炎药 或者做完输血 你跟着你的免疫能力一叉 接着你就会尿到感染 即是平时有菌 你是不一定会有症状 但当你的免疫能力一叉 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什么会令免疫能力叉 就是仇宗 包括开刀 是否好好的的人 比如开刀 你的身体一定是很差的 所以说 真真正正 菌存在 不是代表菌是致病 是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差 是导致你入院里面更加危险的 好了 即是说 你有什么可以做呢 当然 如果你真的不幸运 要入院 你最紧要第一时间 加强你的免疫能力 有什么可以做呢 第一件事就是 多喝点水 因为实际上说 两种感染 就是尿道感染 是很常见的 男男女都会常常出现 那么 喝多些水 比如一天 是喝12盐水 喝6次 即是喝大量水 起码将尿道的菌 尽量帮手清减 每天 起码 吃6份新鲜的蔬菜 OK 尽量是不要吃一些 是抑制你免疫能力的油 比如什么呢 是苏米油 黄豆油 或者花生油 这类是我们香港人经常用的 那这些油 是抑制你的免疫能力的 那还有呢 我们发现 Megnesium citrate 即是尾 500mg 每天吃两次 那这个呢 就会帮助你 就是增强你很多的 那个免疫能力方面 那还有多种维他命 抗米盐 如果你要开刀的话呢 你加上那个铁 和维他命K 防止那个出血 那还有呢 每天呢 起码呢 吃200个IU 是那个 维他命E 那一定要吃那种 天然那种 不要吃那些 在那些 那些不天然那些 没什么用的了 那维他命C 1000mg 就起码一天吃3次 那如果你是有心脏 衰弱的问题的人呢 你就尽量 那通常呢 在住院期间 或者之前呢 每天呢 吃大概300mg 是CoQ10 那通常呢 CoQ10 如果你溶在那些油 譬如 溶在那些 橄榄油里面呢 你这样吃呢 会吸收得更加好的 那再吃呢 30mg 是升 那还有 100mg Selenium 还有呢 有一种呢 叫做葡萄醉 一三葡萄醉 那我们知道呢 巴西蘑菇里面 很多这些这样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 在平时 或者入院之前呢 是打好的底子呢 那你入院里面呢 是这些所谓的 所提出的数据呀 医院感染的死亡率呢 那个机会呢 就真真正正能够大大地减低了 那就是说呢 在我们未能够全面改革 我们的香港的医疗 那个情况呢 那这个风险呢 就一定存在的了 那我们个人呢 其实呢 都有些可以做呢 是令到我们呢 是没有那么容易 成为其中一个 一个死亡的数字来的 OK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或者下一次星期呢 就再继续 好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